从太阳能板吸收光能 到智慧储能管理 运用最先进的光冲除技术 打造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绿能场域 每一片太阳能模组片 都是对环境永续的承诺 公司的建制SOP流程其实很健全 我们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分工很细腻 我们有分设计还有分监工的部分 还有分后面围域 所以我们每个部门其实SOP流程都很详细 所以我们只要案子到手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全部照SOP流程 然后一步一步的直接这样下去建制 然后到完成 所以每个环节环环相扣 所以每个步骤我们都是在我们掌握之中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百二十天 就把一个光电球场这样监制完成 我们以安全 学生们的上课品质安全为第一优先 所以我们会在四周 所有的立柱旁边都加防装垫 第一个确保孩子们在上课过程中 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这空间其实我们在设计过程中 一样符合体育署的法规 那我们把建制高度我拉到九米高 所以让整个视野还有整个空气 在流通过程中是比较顺畅流通这样 另外也有回馈台南偏乡学校 将电费收入用于学生营养午餐 和设备的太久换新 希望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让他们在健康舒适的环境中 茁壮成长 茁壮之这边是一个水面地面型的一个太阳能 那其实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它是在水面上不会有沿海的侵蚀 街头需要做更多的一些的防护 然后要使用防水胶带 让他们做一个防护 以防这些街头容易造成 沿海侵蚀腐蚀的这些的问题等等 那也要定期去清洁上面的一些浮游生物的附着 要去做一个清洁 也避免说造成一些老化的现象 再来对于我们维育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现场的应变能力专业技能 及应对这些艰难的维护任务 我们的太阳能建置是其实有做水质检测 也有让鱼垫共生的方向去走 然后也有让它的定期的维护 也有鱼备类在上面 也不会影响破坏到环境的生态 除了以专业的工法 在全台各地设置了多项太阳能指标性暗场 我们也不忘将企业社会责任 纳入永续经营的一环 例如我们义不容辞地担任起 卓妈妈流浪犬之家的维孕任务 大幅改善了原本完全没有水电的恶劣环境 另外我们也将自身的专业 可以推广到像是帛琉 土瓦鲁 还有马绍尔群岛 让友邦也可以拥有负担得起的绿色能源 毕竟在它建置到完后 由我定期的来一些去做一些维护 能让它有效的运行 是我目前在公司上是一个最大的成就 志宏池有参加第十一届2024的地面行优良光夺奖 那这一次有得奖这样子 算是我一个目前在公司上一个最大的成就 还蛮骄傲的 最大的成果是盖完这个球场 我们的成就感很大 还有看到孩子们 学生们的笑容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还有看到老师们可以全力的在上课 教学品质上也是我们最大的效益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成果 só第2 zwar是冠断的 治安永东者 dan评判 Carlos 当年《网站的健身审前码是 值一锅大事情的